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正在收看的是非洲精选 今年的10月10号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周年 而今年12月南非将举行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报峰会 在15周年之际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到访南非 并与南非总统祖马会面 在全球经济风云突变的当下 中非的关系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 中非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了 曾常驻非洲的新华社记者王璐 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今的中非新境遇 王璐你好 你好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当地时间10月9号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约翰内斯堡 与南非外长马沙巴内举行会谈 10号南非总统祖马会见杨洁篪 就中南关心问题进行了交流 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当地时间10月9号 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约翰内斯堡 与南非外长马沙巴内举行会谈 杨洁篪表示 近年来中南两国关系发展很好 政治互信达到历史新高 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中方愿于南方共同努力 把习近平主席和祖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 转化为具体合作成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马沙巴内表示南方对南中关系发展深感满意 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年内将在南非举行 这是南中非中友好合作关系的最好体现 南方高度关注和赞赏习近平主席不久前 在联大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提出的重大倡议 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来南非与祖马总统共同主持本次峰会并访南 愿于中方加强对接 确保此次峰会和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为南非和非中关系发展注入新的更强劲动力 10号南非总统祖马会见国务委员杨洁篪 祖马表示 中国是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依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 提出的南南合作等一系列主张和倡议 为推动南南合作促进全球发展指出了清晰路径 在此背景下 即将在南非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意义更加重大 非洲国家应通过此次峰会与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合作 我期待与习主席共同主持本次峰会 并热烈欢迎习主席访问南非 希望双方落实好筹备工作 使峰会和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杨洁篪表示 在两国元首领导下 中南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已成为中国同非洲乃至发展中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中方愿同南方一道利用中南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 抓紧落实两国领导人就深化双边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 把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向新水平 同时作为共同主办国加强协作 把本次峰会办成加强中非团结 共谋合作未来的历史性盛会 那么王璐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也了解了杨洁篪辞访南非的一些情况 那么在你看来这次访问南非意义有哪些呢 可以说这次杨洁篪的访问南非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历史时期 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刚刚在联合国完成了这个联合国70周年峰会的 70周年大会的这样子一个重要的一个日程 那么在那次的会议上我们的习近平主席也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首次登台演讲 并且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基点主张 尤其是对非洲国家以及对发展中国家一些支持的一些政策 可以说引起了当时非常广泛的反响 那么这些政策或者这些主张的和措施的提出 它就必须要有一个落实的过程和落实的一个平台 可以说主要以非洲国家作为帮助对象的这些发展中国家 正是中国提出这些主张的一个最主要的帮助对象 那么中非合作论坛又是以中国牵头 在15年前正式成立的这样子一个论坛 也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可以说互相协作 这些年来一直互相支持互相互为机遇的这么样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那么即将到来的这第15次 15周年的这第5次中非合作论坛的峰会 可以说正正好好的是这样子一个契机 那么杨洁篪这次访问南非 其实既是为这次的中非合作论坛 约翰内斯堡峰会做一个准备工作 那其实可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 也就是说这一次习近平主席即将要出席的 这一次的约翰内斯堡峰会上 即将对他曾经在联大会议上提出的那些政策和主张 做非常明确的一些政策的阐释和具体项目的一些运作和实施 可以说不仅非洲的国家很期待 可以说全世界都很期待这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 能够达成哪些成果 那我也相信它的成果和结果一定是非常令人震惊 并且让世人能够翘首以盼的这样子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即将在约保举行的这个中非合作论坛 可以说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行的中非峰会了 那么习近平主席也将参加了 那么对于中方的积极这种参与的态度 您觉得我们希望借此达成一种什么成果呢 可以说成果不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 也是多方面的 是中国和50多个非洲国家共同的一个期盼 那么这个成果可以说从近些年来 近15年来 自从2000年这个中非合作论坛的这个机制成立 正式成立开始一直到现在 从它的成果和已经做成的一系列的项目 以及至今的能够人们能够看到的一系列的 可硕果累累的这些成绩 就能够感受到这个论坛的 它存在的价值和巨大的作用 比如说从一组数字上就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 2014年的时候 中国和非洲的贸易总量已经达到了2200亿美金 那这样子一个数额是2000年支出 这个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支出的22倍 那中国对非的这个贸易投资总量 到现在已经达到了300亿美金 这个的投资总量超过了当年15年前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支出的60倍 那么中国对非洲的贸易总额 可以说已经从当年在非洲对全世界的贸易总额里 从只占到3.8% 一直到现在已经占据了20%以上的这个非洲对世界的这个贸易总量 从这种数字上来讲就可以看得出 一个论坛可以说已经带动了整个非洲和中国的在贸易领域 一个质的飞跃和一个非常大跨步的这么一个发展 可以说远远超过曾经六七十年代 这个我们刚刚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刚刚进行这个非洲一些国家刚刚脱离了殖民统治 走向经济自主独立的过程当中的最开始的一个基础的存量 那么可以说整个这样子一个数字和结果也不是贫困而来的 可以说是这些年中国用经验和中国自己发展的一些 积累的一些方法和非洲国家一起共同享有我们的发展成果 共同努力得来的 那比如说非洲国家自从可以说六七十年代 是他们独立自主的这样子一个高峰 那那段时间也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在解决地区的一些战争 或者政治问题以及在联合国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过程当中 共同努力可以说承担了也承担了巨大的历史使命 也完成了很多的历史使命 那转过头去 那共同承担了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的这个伙伴 如何转过头来将自身的这个经济实力发展的更加的可观 更能让自己国家的百姓受益 可以说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一直不断努力的寻求的这样子一个结果 那么中国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我们不断地走自己的发展的道路 而且一直是以这个世界发展 世界经济引擎的发动机的这样子一个身份 屹立于整个世界的这个经济之林 可以说已经让非洲国家看到了希望 也看到了可以借鉴的一些成果 那么据我了解在我在非洲工作期间 也是到过很多的非洲国家 那么无论是他们国家上至总统 中到他们的经济官员 一直吓到这个百姓学者 以及甚至是普通人 每个人都非常的惊讶 赞叹于中国的发展速度 和中国的发展实力 以及中国的方法 所以虽然说很多的非洲国家 一直是沿用的沿袭的是 曾经这个殖民过他们国家的 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些民主制度 但是不可否认 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上 他不断地在向中国靠拢 不断地在向东看 对 不断地在向东看 因为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有一个更加符合 非洲国家本土特色 本土基本情况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道路 可以说西方经济发展的 百年的工业历程 是通过很艰苦的一个过程 经过百年的这种洗礼和煎熬 不断地在走过来的 但非洲国家 它没有这样子的机遇 也没有那样子的时间 时不我待 所以它迫切地 也需要更加符合自己国情 符合自己民情的这种发展方式 那么中国的发展方式 其实也恰恰给了很多的非洲国家 以借鉴 那么从中非合作论坛上 我们说这15年来 不断地在每一个阶段 每一届的峰会上 都会抛出一些新的主张 都会形成一些新的发展方向 和合作共赢的目标 那么包括在历次的 这个非盟峰会上 中国的代表团 也不断地在非盟峰会上 帮助非洲国家去 努力实现 向他们自己的 这个千金发展目标 不断地向前迈进 提供包括经济 技术 智力上 和财力物力上的支持 可以说这些年来 应该是中国与非洲国家 发展最好 这个 友谊更加牢靠的 这样一个时间 可以说 就刚才我提到这一点 来看的话 这一次习主席即将 亲自出席的 这个约翰尼紫宝会上 所能够体现出来的成果 大家能够看到的成果 一定是众望所归 一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好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 先来了解一下 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果盘点 10月10号 是中非合作论坛 成立15周年纪念日 从2000年成立至今 中非合作论坛 已经走过了15年里程 15年来 无论国际形势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中非友好和合作 一如既往 双方已经结成了 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 命运共同体 中非合作论坛 是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 在南南合作的框架内 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 集体对话机制 其宗旨是 加强平等磋商 扩大务实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非合作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 于2000年10月10号至12号 在北京举行 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 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 合作纲领两个历史性文件 中非双方决定在21世纪 建立和发展长期稳定 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 建立中非合作论坛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正式成立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 中非在各领域的合作 取得了显著成果 特别是在2013年3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非洲 宣布一系列支持 非洲发展的新举措 为推动中非经贸关系 迈上新台阶 注入了强大动力 政治上 中非双边高层互访频繁 政治互信更加巩固 中非外交磋商与对话密切 经贸领域突破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5.5% 目前中国已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非洲则成为中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 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 中非经贸合作的发展 促进了非洲国家民生的改善和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也为促进南南合作与世界经济的平衡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15年来在中非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设不断加强 日趋成熟 逐渐确立了定期召开 部长级会议 高官会议 论坛中方后续委员会 与非洲驻华使团磋商等机制 并建立了中非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等机制 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双方集体对话 和务实合作的有效平台 中非多边双边合作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 中非合作得以在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全面深入发展 特别是在2006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 即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确立了中非政治上平等互信 经济上合作共赢 文化上交流互建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 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非洲国家是如何评价中非合作论坛的成果的 10月10号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15周年纪念日 而在今年12月 中非双方也将迎来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 从2000年成立至今 中非合作论坛已经走过15年里程 在往级的中非合作论坛上 来自非洲各国的政要都基于论坛以高度评价 而中非合作的新举措也受到广泛赞誉 在第五届中非合作论坛上 坦桑尼亚外长伯纳德·门贝表示 中国通过向非洲提供大量优惠贷款 来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基础设施 提高教育和卫生水平 对于非洲来说 中国是真正的朋友 中国是世界上 Shit because it's been the gas station period 尼日尔总统伊苏福 在出席上届中非合作论坛时表示 自论坛在2000年创建以来 中非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 2011年中非贸易总额突破1660亿美元 是2006年的三倍 中国在非直接投资达150亿美元 中国对非发放优惠贷款150亿美元 伊苏福说目前非洲部分地区仍存在安全问题 周边国家对安全隐患的担心并未减弱 中国对此表示理解并愿意寄予支持 为促进非洲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他对中国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截至2012年4月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达到153亿美元 而10年前这一数字还不到5亿美元 超过2000家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新业 覆盖50个非洲国家 Well you see China has been investing a lot in Africa in the last 10 years at least total investment into Africa is in the region of over 10 billion US dollars in Africa and we believe that China is a partner fo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in Africa and we in Africa will continue to look forward to cooperation with China so that we can together at least ensur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不少非洲政要指出 中非合作论坛无疑是促进中国和非洲合作的战略驱动力 在论坛的推动下 中非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贸易结构有效改善 strategy partner development partner of Ghana and throughout our relations for over 50 years a lot of developmental programs have been accomplished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assista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so we cherish our relationship very much the building of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that will help the country to sustainably manage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rowth 那么看来15年的中非合作论坛的发展 使中非之间的贸易不断地在扩大深化 刚才你提到了一些数字的例子 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可能还是有些人不看好中非发展的前景 那么我看到的一些评论就有说 随着中国经济的一些放缓 可能会影响到非洲的一些国家的发展 那你对此这种情况你怎么看 确实有这样子的声音 而且从一些具体的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 也确实有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知道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 和不断地快速增长 一直是这个世界增长引擎的动力和发动机 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增速放在了7% 但是虽然是跟之前相比是有所下降 但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 我们还是以非常好的一个中高速在增长的 而且中国的这7%的增长速度 已经成为今年整个全球经济 成为它的这个占全球经济的30%以上 提供了近30%这样子一个动力 那么可以说中国即使经济放缓 它对世界整个的经济局势的影响 和整个经济格局 还是有重要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那么可以说中国的这种增速放缓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种放缓 并不是说 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原因吧 一个是确实是有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 这样子受大环境的影响 那很重要的是 中国也不断地在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 调整自我产业结构 有一个自我调整 自我放缓 自我控制的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动作在里面 而且也逐渐地像 要将中国的这个经济 不断地用稳中有增 让自己的经济发展的又稳又快 像这样子保质保亮的 这样子一个方向去转型 可以说这也是能够保证 中国的经济发展 像持续的有这个 有持续可持续增长的 这种源源不结的动力 是作为我们一个最主要的发展目标的 而不能一味的 这个只顾向前跑 不顾向后看 那么可以说 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增速 可能有人会质疑 会不会对非洲国家的这个支援乏力 可以说虽然中国在增速上 有所放缓 但是对非洲国家的这种支持 帮助和影响 丝毫没有改变 比如说用一组数字 也可以来说明问题 那么从今年以来 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这个影响 中国总的进出口总额的增速 确实是放缓了的 但是进口的大宗商品的食物总量 并没有减少 比如说进口的商品的数量 甚至还稳中有增 那我们知道 非洲地区也是中国的这个进口商品的 一个大的一个地区区域 那很多的原料原材料 都是从这个非洲这边进口的 那么受这个进口的影响 很多人就想是不是非洲地区的这个经济 也会受中国已经的影响呢 其实不然 从虽然总额下降 但是个体的数量增加 而且预计中国这个未来五年 还将进口十亿美金的这个商品 而且对外投资将超过五千亿美金 出境旅游的人数也将超过五亿人次 那从整个这个数字可以看到 中国依然能够以自身强大的这个内需 和自己经济产业结构调整之后的这个动力 能够不仅能够帮助自己国家的内力 能够产生这个自己自我发展 自我持续发展的一个内在动力 也同时能够按照自己许下的承诺 和自己跟非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共同承诺的这个事项一样 能够继续提供支持和帮助 我想这一点中国有信心 非洲国家也应该更加有信心 我们都知道中国和南非是金砖国家成员 那么金砖国家也一度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拉动力 但是随着这个世界经济的不断深化改革 他们的发展前景可能也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确实有你所说的这样子一种情况 那么作为金砖国家 曾经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 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个组织 因为我们知道金砖国家的 它在过去十年里 它的整个对全球的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超过50% 可以说金砖国家已经是成为 发展中国家当中最有力的一个拳头 也让很多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也看到了自我发展的希望 同时也让发达国家们 也看到了不可小觑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 那么尽管全球经济在进行深刻的调整 和结构的这个整合 而且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这种大的背景下 近些年来这个金砖国家 它自我的发展的增速 确实是有所调整 但是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事情 都是火车不能是一直往前走的 它也必须要有自我调整和加油充电 或者是继续缓慢 继续这个不断地调整自己方向 和调整自己速度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也必须要经历的这样子一种阵痛 和自己经历自我调整的一个 一个重塑的一个过程 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组织也都会有 所以说不能说因为对他的增速的质疑 或者是他的这个经济实力上 有一所放缓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质疑 而且这种他的这种一些质疑 刚才您所说的这些质疑 也是这些金砖国家 同自我相比的这种增速的放缓 那么其实从横向上来比较 所有的金砖国家在全球 放眼全球来看 无论是西方国家 还是其他的一些经济体 它的发展动力和它的这个规模 都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经济体的 可以说也有使这个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也做过预测 从2015年开始 一直到未来5年2020年 全球所有的这个世界的这个 全球所有国家的 这种经济增长的水平的平均线 金砖国家将远远超过这个平均线 那么就从这样子一个预测 依然能够看出金砖国家 它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历史 和它的这个 它的所占有的地位上 依然是具有意义之地的 那我们看到其实 虽然说金砖国家不断地在进行自我调整 自我的这种动力和结构的重塑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发展速度上的一些变化 但是无论是从外因和内因上看 金砖国家的实力都不可小觑 当然了虽然在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贸易需求不振的 这种状况下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金砖国家自己的内需的内需力就非常的强劲 那比如说中国 尽管中国不断地这个 它的已经过了人口红利的受益期 那中国呢也在不断加大自己的这个经济结构调整 和产业转型和产能转移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么整个金砖国家可以说都处在这样子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这种转型和这种成长 就像我们所说的所谓的成长的烦恼 必然要有这样子一个烦恼期 但我想经过了跨越这个烦恼期 跨越了这个成长的一个阶段 那么势必又迎来一番蜕变 那这个蜕变将是更加可惜的 那么金砖国家其实经过这么多年的磨合 和不断的金砖国家的峰会的召开 以及金砖国家系统之内的 他们互相的形成的一些机制等等 可以说已经找到了他们之间的一些合作的 更加深层次合作的一些动力和和结合 契合的更紧密的一些点以及项目 可以说金砖国家本身 他们之间的这种吸引力和他们的互补性 也不断地在提升 那金砖国家他对于整个 周边的国家以及发展的国家 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的这个借鉴力和他能够起到的这个带动力 也是不断地提升和上升的 那么包括我们看到 由金砖国家发起的 甚至是由中国主倡导的这个一带一路 和我们的这个 sorry啊 你叫什么来着 亚投行 对 由中国倡导的这个亚投行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经济投资的政策呀 可以说引来了全世界的目光 那么在这种不断地想 不断地推陈出新 进行深化的这种贸易结构调整和改革 和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和金砖国家一到一起 一定还能够为世界经济的发展 提供更加新的动力 和深刻的这个动力来 那么您觉得中非之间的合作 随着不断地深化 我们需要改变哪些呢 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需要改变 而是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需要改变 中国的经济增长 需要保持增速 保持稳中有快的这种成长 非洲国家需要转变自己的 以原材料出口 为主要的一种生产方式 转变成为自己的内蓄力 用自己的内蓄力来促进 拉动消费 这个转变成消费性增长的 这样子一种模式 都需要做出调整和改变 那就是说中国需要利用自己的 这个剩余产能转移 帮助非洲国家 形成自己的内蓄动力 那么非洲国家也要看到 如何利用自己的富裕劳动力 和自己丰富的矿产资源 能够将自己的这个优势产业 比如说农业化 逐步向现代化的这种模式迈进 它的工业化尽量 加快它的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以及在医药 卫生等等领域 逐渐地解决目前面临的困境 那么中国呢 也应该在自己有所经验 和力所能及的状态下 向非洲输出自己这种 有益于双方互利共赢的这些项目 我想只有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让非洲和中国 以及很多的发展的国家 能够携起手来 共同地应对 我们所谓共同正在面临的 这种世界大环境的 这种萎靡和这种 降速的这样子一个环境 和一个状况 只有这样子 才能够共同地迈过寒冬 共同迎来更加好的 更加美好的农天 希望我们的发展越来越好 感谢王璐能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谢谢你的精彩点评 谢谢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而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 最集中的大陆 双方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合作潜力巨大 在当下的多级经济格局的世界中 合作共赢 互利互惠 仍然是中非合作的根基 好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洲精选希望能够为您打开了解 世界的另一扇窗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